正義也許遲到 但永遠不會缺席 大家好 我是老Z 民意代表往往集民意 權利於一身 背後有更廣大的人脈 牽扯到的利益紛爭 自然也不少 治安史上就曾有多起 槍擊民意代表的重大案件 幕後牽扯出的複雜衝突 也隨著槍聲浮上了檯面 接著就跟著老Z 回到案發那一天 新營世代會主席 駕車近遭尾隨伏擊 雙殺輪車連開八槍 心臟致命傷身亡 作風海派脾氣火爆 疑得罪黑道殞命 四下分工買兇殺人 竟在爆出案懷案 到底怎麼回事 來看這起 復仇買兇殺 世代會主席案 時間回到2003年8月21日 案發地點在台南三明路 及民權入口 上午8點多 一輛兵士轎車 開到入口停等紅燈的時候 突然傳出了連續槍響 錄影帶中可以看到 沈文德開著外甥的兵士轎車 行駛在住家前的武昌街 時間是昨天上午的8點28分 畫面上沒有發現 有殺手騎機車跟蹤 武昌街轉出三明路 幾分鐘後 沈文德就身中拔槍 橫死車內 台南縣姓市代會主席 然後留下的七美彈殼 我剛才在宵宵地點 這宵宵地點嘛 這宵宵地點 我來人家 不可以開嗎 不可以開嗎 不然騎我剛才 不可以開 當時一進來的時候 已經沒有心跳了 然後我們雁方這邊 立刻給予他這個 CPR緊急的 急救措施 大概經過了半個小時 還是沒有效果 三十九歲的 新營市代表會主席 沈文德上午8點多鐘 接到一通電話後 從武昌街的住處外出 在三明路 明泉路口等紅燈時 有兩名穿深色衣服 騎機車的年輕歹徒 敲沈文德的車窗 沒想到車窗一下 發聲槍響 沈文德倒臥血泊 歹徒近距離朝沈文德開槍 抽殺的目的很明顯 沈文德身上共有八束彈孔 左胸右腹各有一個 左手臂四個彈孔 右手兩個 致命傷是胸部的槍傷 警方研判沈文德應該是 與黑道的債務糾紛 才會遭到槍殺 疑似黑道背景的槍手 在光天化日之下 公然行凶 槍殺的還是 新營市代會主席 消息一出震撼台南 由於沈文德長期耕耘地方 政商關係黑白兩道都熟 身分地位更牽動著地方派系 究竟是誰會要他的命 沈文德的母親聽見 兒子遭到槍擊身亡 受不了打擊 當場昏厥 被送上救護車 沈父強忍的淚水說 好人難做 要求警方早日棄凶破案 我當時就看 驚風無浪 涼涼槍 他看得很好 不會這樣 他是沈文德的父親 沈居山 曾經擔任新營市農會理事長 掌握農會和水利會 豐沛人脈 因為中風身體不好 才交放給兒子 讓沈文德在29歲的年紀 就進入地方政壇 沒想到卻遭遇不測 刺炸新營地區的沈文德 形勢穩健 但脾氣火爆 靠著家族的支持 步上政壇 年紀輕輕就當上了代表會主席 但因生意往來複雜 又與黑道脫不了關係 連妻子都不知道他 為何會招來殺雞 由於沈文德作風大鳴大放 而狙擊方式又相當殘忍 顯然與財殺仇殺方向比較符合 且明顯是買凶欲謀殺人 而且沈文德近日來 似乎早有警惕 出門也十分謹慎 究竟是在提防誰 沈文德的妻子透露 沈文德最近舉止 確實相當怪異 他出事前曾經接到一通電話 而警方已經調閱通聯紀錄 追查這通電話的發話人 是否和沈文德遭拘殺有關 來 個性那是很難的 但是有些比較難的 朋友會這樣說 是因為沈文德年輕時 曾經是軍火販子許經德的手下 當年許經德被槍殺 橫死街頭的前一刻 本來沈文德要一起出門 臨時由朋友吳輝銘頂替 才逃過一劫 後來因為殺人未遂入獄 出獄之後比較收斂 接手父親政治人脈走上從政之路 個性好爽 但有時候還是難言火爆性格 樹立不少敵人 外傳沈文德平日愛玩股票 是否向黑道借錢還不起 才被人拘殺 因為他做那個殺死 也是跟人家合夥 我也從來沒有再過問 運氣有股票 運氣投資股票 不是 沒有沒有 本身是做殺死這個 這個附贈之一 至於是 我想這個也是 是不是跟這個有關係裡面 當然我們要做一個清查 沈文德最近出門 常更換坐車 是否因為財務糾紛要避債 還是早就知道有人要殺他 光是假設性的方向 就有好幾條線所發展 而近幾年 沈文德沈迷賭博 動輒輸贏好幾百萬 連父親的大批農地都賠掉 命安前幾天 還為一筆三百萬的錢 籌不到憂心忡忡 疑似早就被人跟蹤 李明霞也說 在事發當天 沈文德的作息都很正常 因為兩台用來代步的轎車都送修 才會開直直的賓士轎車出門 並不像外界所說 因為欠錢才把賓士車賣掉 今年三十八歲的沈文德 從八十三年獲選 新營世代會副主席開始 一路在地方政壇叱炸風雲 八十七年和九十一年 又連續當選世代會主席 沈文德遭到槍殺的消息傳來 上午召開臨時世代會 弥漫著地氣壓 一開始就先進行默哀 雖然案發路口裝設了監視器 不過卻毫無作用 讓專案小組清查機車更加困難 由於沈文德曾經犯下殺人案 有黑道背景 個性又火爆 早就截下不少仇人 如果是仇家買凶 恐怕早已安排好逃亡 要追起更加困難 機車提供的號碼是兩部 不過兩部裡面 我們初步都已經排除 火爆脾氣惹禍 還是殺死場利益 或者是賭債糾紛呢 更離奇的是 沈文德9歲的時候 就在槍擊這個地點 遭一輛車撞擊還被壓在車底 卻奇蹟似得毫髮無傷 沒想到30年後 在同一地點喪命 案發一個星期後 警方偵辦仍然陷入擬角 於是根據目擊者的描述 繪製出了畫像 並發布通緝 希望民眾通報 很快 就有秘密證人通報消息 兩星期後 巡線逮到了幕後祖先 近距離射殺沈文德 案子破了 8月21號 新營三明路口 沈文德的坐車 被不明的機車騎士 連開拔槍 六名嫌犯中 他叫洪崇傑 這位身材壯壽的 叫馮耀群 負責把風 沈文德一出門 他通知的穿藍色的 這位當初騎機車的 江丁貴 道上他和沈文德手勢 這輛摩托車載著殺手黃三柚 黃三柚開了八槍之後逃逸 他還涉及了 雲林肉品市場運鈔車搶案 案發以後 他和江丁貴 把行凶的手槍 立即丟到江均西裡面 他們這個事情 大概計畫了一個多月 計畫了一個多月 他們也做了一個 很縮密的分工 因為有私人的恩怨在裡面 原來沈文德曾為了賭場搶客員 與地方角頭陳宗吉發生糾紛 後來發現警方對他搜證 打算提報流氓 他認為是陳宗吉妻子去檢舉 於是率重到陳七的護膚店砸場 陳七的弟弟江丁貴 於是早上的殺手黃三柚 密謀報復賢文德 實者曾經有到賢犯家裡 去將他整個家具 整個都搗回 他們找來的殺手叫做黃三柚 是個狠角色 因為毒品買賣糾紛 殺同伙 後來還為了喝酒衝突 在村長靈堂上開槍 是個亡命之徒 而當時全國正在圍捕 凶狠的薛球集團 烈虎專案小組監聽時 意外發現黃三柚的行蹤 剛好線索有相同的聯絡人 所以我們知道說 這集陳文德命案的黃三柚 已經潛逃到彰化線 大規模警察發現 黃三柚和一名女子走得很近 疑似是她的女朋友 警方跟肩黃三柚 發現她在一棟大樓樓下等人 黃三柚等她的女友下來之後 兩個人就走陡院路 然後散步要往麥當勞的方向 那我們看到對象之後 那就開車在後面尾隨 然後用肩膀單背 然後手伸到包包裡面 然後就這樣沿途一路走一路走 所以我們看她那個動作 在第一時間圓判 她一定包包裡面一定有槍支 第一時間決定開車把黃三柚撞倒 再鋪上去抓人 在我們時速三四十公里的撞擊之下 她雖然倒地之後 還是馬上爬起來 而且爬起來之後 馬上就從她的包包裡面 把槍舉出來 要對我們做射擊的動作 很難得也飛起來 所以她手舉起來槍 然後我們的人又開了兩槍 那有一個老學長 她就拿那個肉嚕啊 就打她 所以她槍就掉了 旁邊的幹員 朝黃三柚的小腿連開兩槍 她整個人跌倒在地 槍支也掉到地上 眼看黃三柚就要抓到槍了 廖水池發現不對勁 立刻飛撲上去 她腳也動彈 所以她倒地之下 一直要抓槍 所以她是這樣爬 我是從這邊這樣 好像在滑壘鏡 就不讓她抓 因為我本來是在她後面前 但是我看槍在她手前面 我這樣就把它弄出來 先有廖水池 急緊地用無名指插入手槍的 扳機護功 讓黃三柚無法扣下扳機 驚險地將凶狠槍手逮捕 這才發現 她還疑似射擊了另一件命案 警方將黃三柚制服在地 施立刻將她靠上了手瞭腳鋼 因為她向來以兇狠文明彰化地區 被捕後 警方除了在她提袋中 找到了兩把上堂的九零手槍外 並且發現她被警方開槍擊中後 還意圖掏槍反擊 此外她還涉及今年六月 雲林漏品市場運鈔車的搶案 他們不再搶走五百二十八萬元 還當場射殺了駕駛和保全 今天十七十年 他也會說比較安心 安心 那時候就很好人出門了 不然金毛一公 不然為什麼要上來 這讓我們專家怎麼下 這樣就知道 這個店鋼的駕駛怎麼過 你怎麼知道 戴明德生前是運鈔車的駕駛兼保全 今年六月二號 雲林肉品市場爆發了運鈔車搶案 車上五百多萬的現金被歹徒搶奪一空 兩名保全成了槍下亡魂 三十七歲的黃三柚是雲林西羅人 因為遭到通緝而投靠陳中吉 卻意外成了買凶計畫的關鍵棋子 警方逮捕她時 身旁還有一名神秘女性 難道她也是購犯之一嗎 她是黃三柚 幾個小時前 還捂著上膛雙槍 抗拒大體警力的圍捕 現在的她 左腿中彈 躺在病床上 手被緊緊的靠住 一個多月的藏匿逃亡 黃三柚認識了彰化二菱酒店的女子彩鳳 同樣來自雲林同鄉的情誼 從此卻踏入了警方的天羅帝王 他爬得起了 爬得起了 爬得起了 你都不知道我要去 聲稱和女朋友 才交往一個禮拜 要讓她和案子劃清界線 但是警方發現 似乎不是這回事 我都看兩三個 她 正常她都塞車來接 這位女子來頭不小 是雲林一名女縣議員的清姐姐 也是一位前立委的姨子 我沒有跟她 跟她沒有什麼關係 你最重要的 因為和黃三柚在一起 成了社會關注焦點 這名綽號彩鳳的女子 晚上是彰化二菱一家酒店小姐 這樣的身分 卻讓雲林一所國小校方 很震驚 因為白天 她在這所國小 當小戶 殺手黃三柚 除了現場的兩把槍 警方在家中 又搜出兩把 而初步釐清 槍殺沈文德 的確和彩鳳沒有關聯 先贏那個 你做的事 他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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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品市場 肉品市場結鈔命案 原本警方認為是黃三柚所為 結果卻不是 我翻找許多資料 似乎都沒有下文 最後成了一樁懸案 但沈文德命案 證據十分明確 想賴也賴不掉 五品不到的病房 一下子擠進了 十三名身材魁梧的警察 各個鶴槍實彈 就是為了介護 涉及新營世代會主席 槍擊案的嫌犯 黃三柚 十三名的警力抬個嫌犯 實在擁擠了些 檢方聲壓 法院以法律沒有例外 拒絕遷就嫌犯 在病房內召開何一庭 檢警之後出動了大批的警力 介護黃三柚上法庭 經過一個多小時 法官合議之後 以黃三柚罪行重大等原因 裁定羈押 但因傷勢尚未復原 十多名介護黃三柚上法庭的警力 要繼續介護他到看守所病房 這本陣仗司法史上實屬少見 最後黃三柚陳同吉判處無期徒刑 江定貴判處十五年有期徒刑 馮妙群判處十年六個月 全案定業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熊恩德被認為仗勢欺人 最後隱德反撲慘遭殺害 政治是複雜 誰是好人誰是壞人 其實也很難說得清楚 我是老Z 我們下集見